歡迎收看 今晚開戰吧 今天要歡迎我們的 投資秀財務代表 嗨 小生 大牛哥 還有各位專家大家好 這邊都是我們的這個 投資賺錢代表 還有專家 專家代表 你好 還有一位命理老師 謝老師 好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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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所以現在板子可以亂寫 你這是亂寫的嗎 不是 還客氣 各位要謙虛一點 玩家器具就急不得 對 臭皮 你看 盧老師 盧老師已經很常會碰 我跟你講 每次聽盧老師講話都這樣 那這投資不就這樣 就賺錢了 怎麼他賺錢這麼容易 第三位你看 接下來這一位 我覺得他一定很困擾 怎麼說 因為他的被動收入 就超過兩百 今天 躺著就錢一直砸 躺著賺就對了 你的職業怪怪的 喂 投資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子 投資私利是人 這是常見的事情 但是要找到原因 所以大家覺得 投資私利最大的原因是 自己造成的嗎 但我們旁邊的人 都看得很清楚 當然是他們自己造成 自己造成 是嗎 毫無懸念絕對是 有人說你不理財 財就不理你對不對 可是真的講說真的 我剛才只下定決心要理財 我也不知道從哪裡開始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 有整理了幾個原因 那我們要請我們的情報員 情報戰大調查 節目與趨勢民調大數據合作 搜集網路討論聲量與關鍵字 帶你掌握最新趨勢 由情報戰特派員思潔 為眾多網友發聲 說出你們的心底話喔 大家好 我是你的情報員希潔 說到這個投資理財 真的是要非常小心 我們今天也透過我們的 網路趨勢民調大數據 整理出來了一些關鍵字喔 到底投資產培會有哪一些原因呢 好 我們可以看到 譬如說捨不得啦 最佳友情 幻想等等 那其實要綜合交叉比對一下 有兩個最重要的範圍 就是懶惰跟貪心 這個聽起來好像跟減肥失敗 也有一曲同工之妙喔 是不是呢 對啊 其實剛剛講到懶惰跟貪心 應該是很多投資心態 應該就貪啊 貪比較重吧 貪財啊 貪真吃 有沒有 貪貪 貪貪 我是上吐吐下瀉法師 好 像我是一個歌手出身嘛 然後如果我當年只看MTV 而且還是唱跳歌手 唱跳歌手 如果只看音樂頻道 不去轉去財經頻道的話 就不會有這張牌子啦 而且我基本上都是挑到 人家漲我就去買碟 然後人家跌我就去買漲 然後我人生第一筆 就碰到這張牌子 我就買到下市的股票了 我第一句聽到的話就是 有一本書不知道是 黃什麼寫的 然後說什麼 你如果負利不知道6% 然後你就不知道幾次的話 你的一百萬就可以變成一億 有沒有 股票勝金對不對 五百萬 我知道 我知道 二十幾年前的 我記得 記得吧 對不對 那本書是教大家 隨時買 不要賣 隨便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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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買的邏輯 有點怪怪的 不要賣 而且他不是寫6% 他是寫20% 對 他是寫20% 你連被騙的話術 你都記不上去嗎 怪你自己啊 那個基本上看著 現在就吐過來就對了 有嗎 他是說25次超做20% 就會變一億了 一百萬你超做25次 20%就會變一億 你就貪啊 我想說我6% 超做40次也一億啊 我兩個股票受傷滿重 一個是中強墊子 一個就遠深科 我遠深科買一千張 你是這樣給他買嗎 我買大概26塊 一千兩百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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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資 還融資 對 那時候你只要有40%的錢 所以我買一千兩百張 26塊買了 然後他最多漲到32塊 因為那個時候有在 有那個顧網的題材嘛 然後我那時候 跑到那個大陸去做秀了 所以也就沒有管他 然後那本書上面 還有講一個什麼 手中有股票 心中無股價 是不是有這句話 有 怎麼 那都是 這個連我沒有 我都覺得很詭異 這句話 就你手中有股票 你怎麼會心中沒股價呢 我就相信他 所以我到大陸都不管他 我回來就剩下18塊了 你懂嗎 那有出場嗎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 對啊 你18塊你有 沒有啊 沒有停損 還是放著 那突然現在變幣子了嗎 沒有喔 後來那個張媽媽就過來問說 你買股票 這支股票 因為我告訴他我買什麼 叫他幫我看著 他就每天看他這樣跌 最後我出場的時候是6塊 對 其實有幾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 一般的投資人在買股票 其實很喜歡 憑感覺 比如說有人跟你講 這檔股票好像不錯 你就覺得好像財神爺 來跟你招手 我不買 對不起我自己 不去研究這家公司的 一個基本面的狀況 第二個就是 其實我們在投資上常常看錯 但是一般我們跟一般的人 差別是什麼 我們雖然會看錯 我們馬上認錯 我是來不及反應 我是真的來不及反應 我買中強的那一天 一買下去 第二天就看到那個 公司的那個CEO被抓起來了 什麼反應 然後連續14根跌停板 你怎麼反應 你平什麼損 你看你到底多虧 那就好了 你那個股票一買下去 人家就被抓了 對啊 看錯不可恥 最可恥的是不認錯 投資 你要看你的心態 如果你是要付過穩中求的 當然有付歸穩中求的方式 但是我們要講的很多時候 其實你到跨路到投資這個領域 其實就是師父已進門 修行其實就在個人 因為你只要 學會投資這件事情 真正可以 真正可以幫你創造人生的財富 我沒有騙你們 剛剛你剛剛有提到說 那個富利的效果 其實阿因斯坦大家都認識嗎 認識 他說人類的第八大 你認識他 你認識他 你不認識我而已 對 他曾經說過 人類的第八大奇跡叫什麼 叫做富利 這是沒有騙人的 真的 那只有投資才有辦法創造出 富利的效果 那你剛剛有提到那個是幾萬塊 六萬塊 變 一百萬變成一億 我給大家另外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會讓大家了解 什麼叫做第八大奇跡 我以為他要拿純澤出來 這邊啊 這個 這邊不是有三千塊嗎 三千塊 但是三千塊大家都拿得出來 好像要變魔術 我問大家喔 變魔術 我問他拿這三千塊去做投資 然後每一次賺三成 三成就好 你看我的平均報酬三成 然後連續四十次之後 你猜猜看三千塊會變多少 三千塊大家都拿得出來喔 一百二十萬 一百二十萬 三成 三成 你看賺一次就從三千塊變三千九嘛 再賺一次就變四五千塊 再賺一次這樣 一路的這樣累積下去 然後只要賺三成就好 四十次之後會變多少 四十次 三十萬 如果誰猜對了 這個可以拿下去當獎金 好 這是數學啊 那個 對 我數學在大 來來 一千五百多元 這要用負利啊 這要負利去算了 你收起來很快喔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一道貝很難賺得 多少 一億耶 這個叫做負利的效果 你看三千塊賺一次是三千九 賺到第十四次的時候 已經來到十一萬了 那十八次的時候 已經來到四百萬了 來到第四十次的時候 就來到1.08 哇塞 這個其實就是負利的效果 對啊 但是這四十次啊 你不要想一年達成 也不要想兩年達成 大多數是花四十年的時間 才有辦法達成這樣的效果 所以二十歲做這件事情 到六十歲就可以達到這個財富 剛好就退休啊 二十歲對 做這事情三千塊 六十歲有一零也不錯 這很厲害耶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想過 二十歲要去存三千這件事情 對啊 如果領悟到時候 問題是出在 三趴我就想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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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你有沒有 因為我跟你講 我們剛才的那個 關鍵字裡面 有一個也是沒耐性 而且你知道三千的時候 其實那個比如說 那個三成的獲利 你會覺得好少喔 沒感覺 對 上班族的小資族的 他們每個月賺個幾萬塊錢 他也希望就 希望看到這種三千塊 然後可以真的 過了四十年以後 變一億 多好 這個多好啊 對啊 他要長了 他就說 我就要叫你買 你有沒有聽 那時候有哪一個專家 有鼓勵你 我告訴你 這個有很詭異 當財經報導 一片含 含好的時候 他就會跌了 我要離奇一下 柯凡哥 這就是你坐在那邊 我們坐在這邊 最大的專家 因為你選股票沒有重視基本面 然後你還要去判斷 這些利多消息 是不是已經 我的意思是說 有時候這些利多消息 我們業內人士 或者是說 我們對一些產業的發展 比較有概念的人 大概就會先買這檔股票了 不會等到消息出來之後 我們才去買嗎 我要請問一下 你在以前讀書的時候 你是好學生 老師叫你讀書 你每天都讀到12點 有嗎 當然都看半話 看到兩天 對啊 老師講 你就不聽了 結果你報紙一看 叫你買股票 馬上就去買 但是老師教的 不會教你去賺錢 人家專家也沒有拿槍逼你買股票 沒有 對啊 所以說你也不能夠怪專家 剛剛講的 第一個 叫貪心 你去做融資一定就是貪心 因為你剛剛講40%的錢 那你40% 你可以做到100% 對不對 就希望說槓桿就要到 就買100萬的股票 你自備資金只要40萬就要買 對啊 但是你要想 你賺是2.5倍 你賠也是250% 所以說2600萬變30萬 就是這個原因 再來就是說 你說手中有股票 心中無股價 其實這句話是那個 財政部部長王建軒講的 對不對 對 他現在就是告訴我 因為你賠4千萬 投資有時候 其實剛剛講到第一個是貪心 第二個就是懶 對不對 就報紙寫什麼就去買 這個叫做懶 對不對 有沒有貪心 貪心講真的 每天晚上照到鏡子 你也知道了 對不對 其實以我們來講 其實剛剛信龍哥講的 還有那本書講的 他都講到一個什麼 40年 40年 所以說我們今天能夠坐在這裡 我相信我們都是一步一步來的 了解 那以我自己來講 我剛剛聽你這樣講 我覺得你把投資 把它當成什麼 你把投資當成 因為融資就是 我自己有一本書 我寫得很明白 我開裝名義就是 我書上就這麼寫 你收到鏡子就知道了 融資就是破產的開始 其實剛剛聽一聽 我剛剛有點那種 不思考大廚房 都怪人怪人 沒有來遍天遊人 對不對 我剛剛想說的 就是綜合大家的意見 其實我這邊網友 也有一些想法 因為細節其實是代表網友的部分 所以他等一下如果講完 你們對網友不高興的話 就衝著他去 不要 他就衝著電視牆就可以了 對不對 好 這邊也要其實跟大家 就是分享一下 在網路上有一些調查 剛剛提到這個投資勝利組 可能就是對面那三位老師 屬於這個投資勝利組的 裡面有37.5%的人認為 是靠著長期研究某一個 特定的標的就會賺錢 另外也有三成的民眾 是認為我們是靠著這個 價值投資才會獲利 但其實也有人不喜歡 做長期投資這個動作 理由包括了這邊網友有說 因為覺得這個很無聊 或者是完全忘記了複利 或是總是感情用事等等的 這些理由 你不知道觀眾朋友們聽到之後 是會偷笑呢 還是其實這些理由 是打中你的心 乙蓉你不是投資都還蠻有心得的嗎 怎麼會首次投資就慘賠一百萬 我跟你講這真的是我 就是我投資大概有超過十年的經驗 那這個是我真的是最慘最慘烈的 那這個真的是 財經專家候綠綠 投資話術超騙人 那時候在我剛接觸投資 那時候還二十幾歲 真的就是也是看了很多什麼 財經雜誌啊 然後很多這種財經新聞的介紹 財經專家有一個叫 要服蕊蕊 蕊蕊 蕊蕊 蕊蕊怎麼說 對 他說每個月能夠 領回一筆現金 這很迷人 這真的超級迷人 你知道那時候 而且感覺風險不大 對不對 而且你知道當小資族 他好不容易存到了 第一桶金 關鍵字出現 因為超多那個理財雜誌 都是第一桶金一定要好好利用 所以那時候我就 我就聽信了我朋友去 就是在證券公司 裡面 然後呢 他就是可以穩定每個月 都可以領到五千元 就買一筆 然後可以領到 我真的一開始都有領到 我就覺得好不可思議喔 因為那時候才剛接觸投資 就真的發現朋友說得對 你不理財 財不理你 我發現原來把錢放進去投資 可以每個月還可以領到 這有點像零花錢嘛 你不用動到你的本金你還可以有零花錢 結果沒想到其實我們這種小資 或者是對投資還不是很熟的人 真的會被 因為你會忽略本金 有可能會賠掉的風險 然後我就領了半年之後 你是不是覺得很吸引人 如果我再有第二個一百萬進去 我是不是 一個月領一萬 一萬塊 而且他就是這樣子伸出來一萬塊 然後我那時候 所以我真的半年之後 我就覺得 這真的很棒很不錯 我就又投入 這產品還有在賣嗎 如果有在賣 我現在就不會坐在座 就是 你這個四千萬放到他那裡應該也不錯 這樣想他一百萬就五千了嘛 我四千萬那時候就買這個就好了 哇 四十倍 五千 但是其實我們就是真的 我第二個 奇怪 為什麼第二筆進去之後 就突然配了幾個月之後 他就直接套現成股票了 股價就一直往下跌 所以我當時如果就是把那個股票整個變現 我整個賠掉一百萬 等於領的那些也都賠掉了 領的根本不及 那個本金賠掉的錢 然後 所以那個是我真的是最慘最慘 然後那時候當然就是要先求救馬 比如說先找停損點 因為已經是賠掉一半了 賠掉一半之後我就 對 爸爸也是股票達人 對 因為我爸操縱 然後他就罵了我一頓 對金融產品不懂怎麼可以亂 那你為什麼買之前沒有問過你爸爸 因為那時候其實 我在前面的一些投資經驗都有賺錢 然後我就覺得其實應該也沒那麼難 然後後來當然就覺得 哇 這個已經賠掉了一半 賠掉了百萬 真的不是小數字了 當時 那就想說 趕快先求助爸爸說 看可以怎麼補救 後來爸爸花了兩年的時間 就是 好不錯 爸爸 這樣還是老的辣 投資爸爸 我賺不備 以柔的投資 這個一百萬存進去 可以一個月固定零五千塊 聽起來是非常吸引的 對啊 但他後面這個投資 你們覺得是發生什麼事 其實有兩個 如果是他一個商品 他能夠保證每個月給你錢 然後他又說保證不商及本金 只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就是 第二個 第三個 詐騙集團 詐騙 詐騙集團 背後一定會出現一個滿大的一個風險 你是不知道的 像我年輕的時候 我也想要快速的去追求那個財富 所以我那個時候我會做一些那種 衍生性金融的商品 那時候我有五百萬的本金 我就每個月去做這個 衍生性金融的商品 每個月都可以賺十趴 很開心 比你多四趴 對啊 每個月都可以賺 每個月都可以賺 五百萬十趴 我突然覺得 我的人生看到了一道彩虹 就應該是完全 毫無沒有任何的壓力在 但是一次的大浪 就這樣就賠掉 那你怎麼不寫在後面的牌子 為什麼只有我被換過 要換過 但是我年輕的時候 你要不要過來做一下 那年輕的時候 然後呢 沒有 就是重點就是 你人會犯錯 但是 其實一定要認錯 你得要瞭解 你錯的錯在哪裡 一直在調整 其實很多的股神 能夠當股神 他年輕的時候都破產過 一百年前也有個美國的股神 他的光靠財富 他那時候投資五塊錢美金 一百年前的五塊美金 一直拼到 很高 他那時候還成為全球的首富 但是他人生破產過八次 投資這件事情 本來就會常常會上上下下 所以賠錢不可恥 重點是你要怎麼從錯誤中 去調整 然後慢慢的去步上軌道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真的太刺激 投資這個人心臟很大 所以像我來講 我會覺得我就像台灣牛一樣 一步一腳演 慢慢地談這樣就好了 我也不在亂投資 你有覺得就是風險 真的就是比較怕 風險比較大 年輕的時候當然會比較衝 對 那現在上了年紀 就會比較穩定一點 所以你現在也沒有在 買股票什麼都沒有 沒有嗎 以前有 但現在我還好 那你以前買的經驗是好的嗎 講一下 也都不好耶 對啊 我也都是聽一些名牌 人家會來報 真的嗎 就去看 我跟他一樣 那但是每個月 剛剛講每個月三千塊 希姊你覺得這個做法是 你能夠做得到的嗎 我覺得我可能要先 照照鏡子 怎麼樣 你有在投股 照鏡子 沒有 我覺得我應該比較屬於 剛剛前面調查的那個 關鍵字裡面的就是 耐心啊 然後懶惰這一塊 沒耐心 對 但是可能照照鏡子 所以是最主要的原因 看這樣 剛剛希姊講的 有耐心這事情 在買股票是不是很重要 對啊 非常重要 但是還有一點 我剛剛看到這位其實 你知道小禎你知道 人生最大的風險是什麼嗎 什麼 不敢 這也是一個 不敢下場 本集沒有在討論 最恐怖的書 對 結婚證書 穩培不賺的 人生最大的風險就是 尤其如果你今天是小資族 你不敢冒險 你一輩子都沒有翻身的錢 真的 我覺得 投資就是要有勇氣 對啊 就是一般就是要有 感動 對 就是歐洲股神 可是突然你講的 沒有簽人的一定要有勇氣